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带领我们进入这一次灵恩会的第三天, 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神的家,来到主的面前, 能够在这里借着学习道理而能明白道理,更要借着祷告使我们有力量行出主的吩咐。 因为听道、明道、道、行道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望跟要求。 所以求主耶稣能够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信仰成长扎根上所下的功夫。 在这一次的灵恩会三天当中,我们以上行之师来做主题。 但是因为它总共有十五篇,那在九节当中,要把它全部包括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我们只能够很快地看过其中一些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回家之后,自己再去看看,再去想想。 所以在这最后一天,我们有最后的两节来看上行之师。 我们第一节一次看三章。 所以我们一起翻到诗篇的131篇。 诗篇131篇。 第一节。 神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 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 第二节。 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第三节。 以色列啊,你当仰望神,从今时直到永远。 从131篇以下。 131、132跟133都跟大卫有关。 在上行之师的15篇当中,有4篇是大卫写的。 有一篇是所罗门写的。 那剩下的不知道作者是谁。 所以在这里,131跟133,它是大卫所写的诗。 而132里面的内容所讲的也是大卫的人生。 大卫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他是合神心意,就是神特别喜欢的人。 神从平寒当中把他拉出来。 使他立他为以色列的军。 使他走出了一个传奇的人生。 所以大卫的一生充满了各种奇妙的事迹。 他的一生当中看到神无尽的恩典。 大卫是神所爱的人。 甚至在他离世之后,神都纪念他。 有一次我听到另外一个同工在分享一段蛮有趣的记载。 那他讲到说,这个所罗门建造圣殿。 高大辉煌、荣耀无比。 然后这个圣殿就要献给神。 所以有智慧的所罗门用华丽的词藻来讲述了一篇优美的祷告文。 结果讲啊讲,讲啊讲,什么都没有。 你如果自己去读,所罗门那篇祷告文很长很长的。 人聪明,用的字漂亮,写出一篇非常美丽的诗歌来。 结果讲讲讲,最后讲不下去了。 最后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愿你纪念我父大卫。 这句话讲完,神的荣光就充满圣殿了。 所以啊,在圣殿当中,大卫这个人物非常非常的特别。 他是非常蒙神所纪念的人物。 所以我们就从131,132,133去想想,一个人为什么会如此蒙恩, 会如此地被神纪念。 我们刚刚念的是131篇。 我们把它订阅题目,叫做大卫的人生态度。 大卫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呢? 这里讲说,神啊,我心不高傲,我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 我们都知道大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特质。 叫做凡事求告神。 我们来看一下撒末尔记下的第五章。 撒末尔记下的第五章。 第五章的第十八节。 十八节。 菲利士人来了,不散在立法英古十九节。 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菲利士人吗? 你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 神说你可以上去。 我们再看第二十二节。 菲利士人又上来,不散在立法英古。 第二十三。 大卫求问神,神说不要一直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 这个就是大卫的特质。 就是凡事求告,样样求告,只要有问题就是去问神。 而这个特质并不是只有在他缺乏,或者是年幼,或者是没有经验的时候。 当他是牧羊童,他求问神。 当他成为士兵军人,他求问神。 当他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军长,他还是求问神。 甚至当他成为以色列全地的军,他仍然在求问神。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特质。 为什么特殊呢? 因为人常常是在卑微当中,才愿意弯腰求问。 你看啊,今天你是个学校的学生,所以你可以去问老师。 今天你是个刚刚上班的菜鸟,所以你会听你的主管告诉你。 因为你知道你不懂你没经验嘛。 那个时候比较容易能够听别人说,能够问别人的意见。 但是啊,人常常是随着环境的改变,随着地位的提升,随着经验的累积,态度开始有所转变。 不是这样子吗? 一个人当他上班15年,成为公司的高干主管,大家都要听我的。 公司的事情我最熟,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遇到过的呢? 这个时候你要叫他弯腰谦卑的去问他的员工,或者是问别人,寻求别人给他答案。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啊。 为什么?因为连面子,连放不下。 一个在学术界里面受人尊重的大师。 你要让他承认他有不懂,他不会,很困难啊。 因为什么?面子,脸面放不下。 我在好久以前看到一篇报导。 他是做了一个研究。 那个研究啊,因为题目很奇怪,所以我就特别点进去看看。 他说,如果你找不到路,请不要问男生。 有时候我们走丢啊,找路啊,出去旅行的时候要走。 他说,不要问男的。 为什么?因为啊,女生不会,他告诉你他不会。 男生他不知道,常常给你乱指。 所以啊,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 真的啊,跑到街上啊,真的啊,就在远远的有个那个摄影。 然后呢,就到街上啊,开始,这个哪里怎么走啊,哪里在哪里啊。 他们说,他们说,真的很有趣喔。 很多时候男生不知道,他就跟你讲,他就一副叫, 啊,啊,啊,那里,继续走,继续走就对了。 但是啊,其实啊,那个地方根本在反方向啊。 啊,为什么?啊,因为啊,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不会不懂。 而这种现象会随着我们地位越来越高,经验越来越多,或者是知识身份, 啊,知识身份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越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 啊,所以啊,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老师常常提醒我们, 说让你们来读神学院不是要让你们读得很懂。 而是让你知道你读得越多,你才发现你懂得很少。 啊,神的话就是这样,你越读越感动,越读越认识,越读越发现自己的微小。 啊,所以一个人真正懂神,一个人真正懂道理。 他从来不会觉得说,我就是圣经的权威。 反而会觉得说,像这里说,我什么都不懂啊。 啊,这句话在约伯记里面,约伯也说过。 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第42章。 约伯记的42章第二节。 约伯记42章第二节。 约伯回答神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第三节。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瞒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第四节。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 在这里约伯人生经历大患难。 但是啊,在他的患难当中。 从他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 你会发现说约伯是一个很懂的人啊。 甚至啊,他跟他的朋友说,那个年纪比他大很多的哦,跟他的朋友讲啊。 跟他们讲说,有什么是你们懂的我不知道呢? 所以啊,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讲山讲水,讲天气讲矿产。 所以啊,到最后当神发声跟他说话的时候。 神就跟他问啊,神就问他哦。 你这么懂啊。 你这么棒啊。 你什么都会啊。 那我问你啊,我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你有没有帮忙啊。 所以结论就是,约伯终于认知到说,原来我什么都不懂。 啊,但是当他认知到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 他就能够在神面前谦卑伏伏下来。 但是当人在神面前谦卑伏伏下来。 圣经里面讲说,神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 所以当我们看回来诗篇的一百三十一篇。 所当大卫在任何情况不同身份当中,都能够谦卑地求问神。 他就在神里面,如同断了奶的孩子平静安稳。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他其实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我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个叫做,我什么都倚靠神。 第二个叫做,我什么都倚靠神。 第二个叫做等待。 所以你就在这里看到大卫的人生态度。 也是他今天成功的秘诀。 我不懂。 所以我只能倚靠神。 因为我倚靠神。 所以最后神一定会给我答案。 这就是他今天凡事上神给他指引神回答他祷告的原因。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人,所需要学的课就是要在神面前有谦卑。 好像保罗所说啊。 保罗说啊,在你们当中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耶稣基督跟他定十字架而已。 因为神的恩典不是用人的口才智慧能力来宣传。 乃是神的恩典跟祂的大能。 教会的成长、圣工的发展也不是靠你的口才能力跟你个人的智慧跟经验累积。 所以你看啊,使徒时代这些使徒都是无学的小民。 但是他们能同心、倚靠神常祷告。 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显出莫大的能力来。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大卫的人生态度。 我们看132章。 第一节。 神啊,求祢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 祂怎样向神启示,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第3,说我并不敬我的帐幕,不上我的床踏。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不容我的眼目打蹲。 第5节。 值得那我为神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在这里讲到第二个,叫做大卫的苦难。 我们刚讲说第一个是大卫的人生态度。 第二个这里讲的是大卫的人生苦难。 什么叫苦难? 苦难通常都是不顺利啦,出意外啦,蒙损失。 这个叫苦难嘛。 所以我们觉得说,哎呀,苦难就是被人家欺负了啦。 苦难就是出了意外,苦难就是生病了。 我们如果看大卫的人生, 其实他的大卫的人生,他前半段是非常不顺利的。 其实不只前半段,大卫的人生应该大部分都是很不顺利的。 甚至在他被高利要做王,他还是非常不顺利。 人家扫罗要杀他,扫罗要杀他,他必须要逃亡,甚至逃到国外去。 甚至跟随他的人想要拿石头打死他。 他自己的孩子自相残杀。 你如果只看大卫的人生,常常都是苦难啦,逃跑啦,被攻击啦,好危险。 甚至做了王以后,儿子被判,他也起来逃跑。 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苦难,我们所想到的都是这些人生中的不顺利, 然后再来,怪神,你没有保守我。 可是大卫的苦难是什么? 你看圣经里面大卫这里132篇说大卫的苦难是什么? 大卫的苦难在于我没有帮神建造他的殿宇啊。 他的苦难就是寻寻觅觅,好想要报答神,为神做点什么。 你有没有发觉说大卫心中的苦,跟我们想象的苦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时候我们今天人生一点不顺利,哎呀,我好苦啊,神都你都没有帮助我。 我的生意不顺利,哎呀,我的身体健康出问题。 信心不好的抱怨神。 信仰好的,学约伯咬牙要忍耐到底。 但是我们的苦难常常是,常常是关注在,眼目关注在我们身旁的周遭。 而且基本上都是我们个人的状况。 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苦难都是这些啊。 但是大卫的苦难在于为神寻找居所,替神建造圣殿。 我们今天如果家里遇到一些缓难,工作不顺利,经济有危机。 你可能啊,哇,夜不能眠啊,哇,那个血压也升高啦,哇,这个晚上睡不着,血压又升高。 哇,这个整个人啊,非常非常的忧虑跟担心。 但是我们有没有因为教会圣工缺人,目道者一阵子没有来教会, 那个信徒对侍奉不热心,聚会人数越来越少。 你有没有为这些事情来感到忧虑,担心,甚至血压升高呢? 没有啊,他觉得说,血压升高那个传道血压你要升高啊? 哇,负责人啊,你有没有用心啊? 有时候我们把教会的责任都推在长职传道负责人的身上。 但是大卫却不是这样啊。 大卫是把神的事,神的家,神的殿,神的居所,跟他的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来看历代至上的二十二章。 历代至上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的第四节。 第四节。 大卫说,我的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 要为神建造的殿雨必须高大辉煌, 使神的名誉荣耀传聘万国。 所以我要为天预备材料。 于是大卫在为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 我们再看第十三节。 十三节说,我在困难之中,为神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他连得,银子一百万他连得,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 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天。 这就是大卫的心。 也是大卫的苦难。 大卫的苦在于神的殿要高大辉煌。 大卫的苦在于万邦没有看见他主的荣耀。 因为苦难不同,担心的事不同,所以人生的价值不同。 所以大卫因神的家而心中愁苦。 神就降大恩在他家中,使他常常蒙福。 让大卫知道说,我常与你同在。 知道神回应他的祷告。 知道神纪念他的人生。 这就是大卫蒙恩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昨天有讲到哈盖书。 神借由哈盖先知告诉以色列人。 然后跟以色列人讲说啊,说啊,说啊,说你们努力工作我却不祝福。 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却单顾自己的房屋。 神说我不喜悦啊。 所以我就使天不降雨,使地不出无谷。 你再努力都没有用。 你收获我就把它吹掉。 因为你心中没有我的家我的店。 所以啊,大卫把神的家神的店放在心中。 虽然最后神没有同意,没有让他来建造圣殿。 今天如果是你喔。 哇,一股热忱,愿意付出,拿来奉献,我要为神大发热心。 结果啊,神说no,或者是教会说no。 很多时候啊,你就翻脸啊。 我好心耶。 我付出耶。 是我奉献耶。 你不接受,你打我的脸,你没有顺我的好意啊,就翻脸啊。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是以自己为中心。 是我在做,是我要做的。 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啊。 虽然他一股热忱,而且真心要为神建造圣殿。 你知道神跟他说什么吗? 你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为我建造圣殿呢? 你有没有很受伤,如果你是大卫,哇,好受伤喔,怎么拿刀扎我。 我说算了,忘了,忘了,忘了啊,你那个圣殿你不要了, 那我就把这些钱啦,去吃吃喝喝啦。 你会说,忘了,如果你不想我的钱去建造圣殿, 我会把他们搬走。 大卫不是这样啊。 他是以神为中心,神说不可以,那我就不做。 但是建造圣殿不可以,我预备材料总可以吧。 虽然圣殿是所罗门所建啊, 但是神纪念的却是大卫的心。 这就是大卫蒙恩蒙纪念蒙神喜悦的原因。 你的苦难是什么? 大卫的苦难是,神的殿要在哪里建立呢? 第三,我们看回来,诗篇的133篇。 第一节。 第一节。 这里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 第三节。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神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第三段叫做大卫生命的喜悦。 所以我们讲到第一个是大卫的人生态度,大卫面对的苦难。 第三个叫做大卫人生当中所真正珍惜的喜悦。 我们讲到大卫是个传奇的人物。 从一个牧羊童,最后成为以色列强大的君王。 所以大卫王朝是以色列人的荣耀,直到今天,直到今天。 所以大卫的人生当中,争战从来没有失败过。 因为神应许要让大卫成为当代世代当中有名的伟大人物啊。 神告诉大卫说,你的平身没有敌人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 所以神使他成为君王,神使他战无不胜,使神使他大大有名。 但是你在这里看,大卫生命的喜悦是什么? 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大卫会说这种话。 因为这是大卫生命中的痛。 大卫有很多个哥哥哦。 但是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大卫在他家里,跟他家人相处得不好。 在撒末尔记上的十六章,就是撒末尔先知道他家。 结果大卫不在那里。 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 你们发现一件事情,他的哥哥都在家,大卫被丢在旷野里去牧羊。 大卫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那个小孩,最小的一个都是最受宠的嘛,对不对? 我们可能会觉得,大卫从小好像没有很得他家人疼爱。 家里有大事尊贵的撒末尔到他家吃饭。 就好像今天加拿大的总理要到你家吃饭。 结果哇,你的家人全部聚集在门口等着他,哇,好有面子啊。 那个加拿大总理来我家吃饭。 结果啊,你最小的儿子,你叫他,你可以不用回来啊。 你就去外面,你不用回来,看到你就烦。 大卫有一次到军营去找他哥哥。 还特别带吃的哦,爸爸说你带这个吃的去给哥哥哦。 他哥哥还凶他说你来干嘛。 我觉得,当然我们圣经里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或许大卫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感到弟兄和睦同居。 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是绝对知道的。 就是他自己的孩子兄弟相杀。 所以对大卫来讲啊,生命很苦。 这个时候啊,讲到这件事情啊,生命很苦啊。 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子仇恨对方,互相相杀,这个生命真的很苦啊。 所以到最后大卫在这里讲到说,生命的福在于和睦同居。 其实这个在昨天,以及在星期五的晚上的布道会,我们都讲到什么是人生的征服。 其实有很多你在乎你想要你追求的东西,不见得能够给你生命带来真正的喜悦。 你拥有很多财富,但是你孤单而没有人跟你分享。 因为你非常有钱,你朋友很多,但是身旁没有一个人真心。 你因为拥有许多财富,所以你儿女为了要争财产,彼此公宣互相陷害。 大家好像仇人一样,你能够快乐吗? 所以再一次的我要跟大家提醒,我不仇富。 我对一个人,一个信徒有没有钱,我觉得那个从来不是关键,那个从来不是问题。 你拥有许多感谢主啊,主耶稣给你好的生活。 主耶稣给你够用,你感谢主啊,主让你能够生活下去。 但是关键在于你要能够幸福,你要能够和睦同居啊。 其实这也是大卫生命当中自己的经历里面,他是很真心的在讲这句话。 兄弟相争相杀,爱在哪里。 家人不能彼此分享快乐过日子,幸福在哪里。 所以他说啊,能够在主里面和睦同居士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他说啊,如同那辛香的膏油,从亚伦的头上胡须流到他的衣襟。 好像黑门的甘露来到西安山。 那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比喻? 因为一个是从上到下。 一个是从外到内。 黑门山在以色列的最北边。 而西安在以色列的中间。 在中心啊。 所以啊,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幸福在于和睦同居。 但是这样的和睦却是由上到下,由外到内,是完全真实的。 啊。 啊,这里讲什么? 榜样。 上到下,父母亲做榜样。 我告诉你哦,夫妻常常吵架,你要养什么敬前的儿女很困难啊。 因为在争吵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争吵。 在那个彼此相骂环境当中成长的孩子,他只知道相骂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个家庭里面充满愤怒的父母,孩子成长当中以为愤怒就是正常。 上到下,在于做榜样,留给后代子孙做学习。 黑门到西安。 西安山是神的山。 是神所在的地方。 是以色列人的核心。 所以你要看到真实的和睦,你里面的核心要有西安山,有神的山神的殿。 就是家中的大大小小有敬前能爱神认识道理。 因为有一样的价值观。 因为敬畏同一个神。 所以在互动当中都是有规矩的。 因为大家都敬畏神。 不管是夫妻当中的关系,亲子当中的关系。 因为敬畏神,所以学会彼此正确的对待。 所以你的核心,不管是你的婚姻,生活,教养儿女,你的核心必须要西安山。 你就能够在你的家庭里面看到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那我们这一节在这里告一个段落。 我们一起来同心末道。 我们一起来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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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我们一起来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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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